来啦来啦,开饭啦 大家好,欢迎来到清风频道 今天分享很多人心中的温暖早餐 黑糯米油条自饭团 我们先准备黑糯米和白糯米 这里的白糯米的用量是黑糯米的一倍 加入补血液气的黑糯米 是增加了饭团的营养价值 把米清洗干净后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米饭会更软糯 倒入比平时煮饭少一点点的水量 加入9克的植物油 这样米粒才会颗粒分明和有光泽 放入电饭包内安建煮饭 煮饭的时候准备馅料 切一些葱花和鸡蛋 把鸡蛋打散,加入盐调味 倒入锅内摊成蛋皮 厚度按自己的喜欢和方便 冰箱里有咸菜 把它清洗干净后炒香即可 不用放其他调料 把渣菜、肉松、蛋皮、咸菜都准备好 还有我昨天做的小油条 准备一张卷寿司用的卷帘 上面铺上一张保鲜膜 把米饭铺在保鲜膜上 用饭勺把米饭摊开和压实 饭勺用的时候沾一下开水 热的冷的都可以 这样米饭容易铺开 把米饭铺成长方形 然后放上准备好的食材 如果你爱吃肉松 可以在米饭上先铺满一层肉松 我做的饭团比较厚实 你可以把米饭压得薄一些 我给出的量 你可以做五个比我小的自饭团 用卷帘把饭团卷紧 像做寿司一样 把两头也拧紧实了 吃不完的自饭团放入冰箱 第二天拿出微波炉加热50秒即可 再做一遍 其实饭团的馅料 也可以放任何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初级版的酸菜 辣的咸菜 萝卜干 高级版的鸡肉 火腿肉烤鸭 冰箱里有什么就拿来用 符合自己的口味 好吃最最重要咯 这个饭团加入了我喜欢的蛋黄酱 胖乎乎的饭团内有乾坤啊 在切饭团之前 刀抹一下水 这样不会沾着米粒 记住不要去除保鲜膜 自饭团 是很多人记忆中的江南传统小吃 和大饼油条豆浆 称为上海早点的四大金刚 也是我记忆中不能抹去的念想 好香啊 香软富裕的糯米饭 没豆浆喝点茶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